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词典20年,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故事耐人寻味,说出这个词,有点资历的球迷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天亮了。 2004年11月24号,首届中超联赛第二十轮,深圳建立宝队的队长李伟峰打进了其个人职业生涯最精彩的一个进球。 随后李一大帝大发神威,头顶脚踢临下两城。 就这样深圳建立宝主场三比一战胜了上海申花,提前两轮,他们获得了球队历史上第一个联赛冠军。 这也是甲A更名中超之后诞生的第一个冠军。 当主裁判孙宝杰吹响中场哨的那一刻,深圳队员们兴奋地冲进场内,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 夺冠了,谁会不高兴呢? 然而热闹的场面仅仅持续了不到15分钟。 在球队的更衣时里,主教练朱广沪向队员们,也在向所有的媒体诉说着一件与当前欢乐气氛完全相反的事情。 很多东西上也不是我们能决定,可是我们还要去做,还要去努力,把你们劳动付出的应该得到的报酬,我们想必须要拿回来。 这是我们的想法,我想我们一定能做,我们能拿到冠军,我们也能把我们应该享受的所有待遇拿到。 把七月的工资和赏金,一点都没有给,我们队员都还这样拼,我觉得太可爱了。 饿着肚子拿冠军,深圳队显然已经创造了足坛的一项记录。 而更糟糕的是,一个冠军对于要钱这种事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一直到第二年初,深圳俱乐部累积拖欠队员的九千多万工资奖金,依然有大部分没有结清。 这一切注定了新的一年里,新科冠军的悲剧命运。 2005年初,率深圳队夺冠的朱广滬上吊国家队,曾在大连缔造辉煌的池上宾接过了帅印。 屡历比朱广滬更辉煌的大池来得显然不是时候。 他完全没有想到,老朱的精神力量竟然是这只未免之师仅存的唯一动力。 联赛前九轮结束,拥有七名裹脚的深圳,打出了四平五负的梦幻开局。 期间池上宾为了扭转颓势,轮换着使用了26名球员,换了八次队长。 最终依然以失败告终。 解除四三名为教练组,教练班族的教练组。 现在接到这个,就是迟到下课这个天空,我听说了吧。 什么心情啊? 天亮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离异的天亮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那年中超最火爆的流行词。 也坐实了之前当地媒体疯传的,球员和池上宾之间有着巨大矛盾的传言。 而在两者的较量中,似乎球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是,池上宾却有话要说。 2005年5月18日,池上宾联合俱乐部代理董事长杨赛欣在北京召开了那场轰动中国足坛的新闻发布会。 三个月,不到三个月,我把一个冠军队我带到这个,这种的不单纯的技战术问题。 队员喝酒,打牌,赌博,赌博国家明明禁禁止的。 我进行了发款,因为我发款有我这个管理条例,也就两张词,大家可以看看。 很简单,我,杨诚就和我说,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那有人出来就和我们总政绩张杰在一起,就说, 告我工资放俱乐部啊,不要给我,我不领了。 让他们罚,谁罚我啥的玻璃。 已经猖狂到这种地步,通过我对深重足球的半年的结果, 中国足球搞不好,不仅是黑哨的问题,体制的问题, 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每个在这个球队出现了球霸, 七航霸市,控制比赛,想让你今天能让赤裳兵主教练走, 明天就能让总经理走。 我听说,母系队员很高兴,搭沈阳肯定是赢球,2比0, 为什么?我有奖金在给那边买那边队员吗? 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吗? 这个足球还有什么搞的? 得愚弄全国人民啊,愚弄我们这些投资者。 这次发布会,首次在中国足坛提出了球霸的概念。 而李毅的天亮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在事后被当作球霸的标准语录。 到底孰是孰非,球员和主帅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往往都忽视了当时深圳队的状况。 04年下半年,惠中天恒集团注资深圳队,实际上成为了最大的股东。 但是深圳队的欠辛历史没有丝毫改变。 在持上宾下课前后,球队已经拖欠了队员,联赛,杯赛,压冠,攻击五场赢球奖和八场平球奖,总额超过五百万元人民币。 在饿着肚子拿完冠军后,再度遭遇欠辛,球员们的心态实际上已经处于失衡状态。 而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下,球员是球霸也好,教练是球霸也好,都是畸形环境下不正常的场合。 这些球员去年经历一年,今年又这样,我觉得就要谁换成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会受得了这些东西。 对吧,今年又是这样,我们本来已经把自己要求放得很低很低,但是得到的还是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北京级老帅郭瑞荣随后取代了池上斌,担任了球队主教练的任务,但球队的成绩并没有多大起色。 老帅在扛了几个月之后,同样选择了放弃。 我也希望要求队员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呢,更加努力,还是那句话,把深圳的球迷能够拉回到足球场来。 臭气得太臭了。 他们不发工,怎么要球员怎么气啊? 看到今天这场就对象什么样子了? 又不好好打,那这有什么意思? 这不是欺骗我们球迷吗? 为了深圳,我没有功劳,但是我付出了许多,我温馨无愧。 如果说让我下课,领导一句话,我就告我还乡了。 但是,我要喜欢这支球队,我喜欢这支球队,我要尽我最后的力量,现在的。 这就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二十年中最著名的一次球队内乱。 因为这支球队是冠军,因为这支球队云洁了当时国内最好的球员,同时也因为它诞生了球霸这个概念。 多年之后,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认为它是在特定环境下短期出现的现象。 实际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现在的球员普遍认为球霸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 球队就是一个扁意思,怎么理解? 在球队里,庄大哥,说老大,就是这个意思吧? 应该是这样吧? 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外界的一种,或者是媒体人,或者是球迷,或者是什么。 就是跟球队一些搭不着表的这些人说的一些话。 我在球队里经历了这么多年,如果真说球霸这个词的,认真说的人,我没遇到过。 就是从来没遇到过,除非大家开玩笑,可能是用到一句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词,我觉得对于我们内部来讲,是不存在的。 倘若真如徐亮所言,那么我们应该十分的欣慰。 因为即便那一年是黑暗的,是有球霸存在的, 但那一夜已经翻过去了。 现在的天依旧是亮的,不是吗?